行 那我按照你的意思 再回去修改一下 细化一点年轻人的 清晨朝气 和艰苦生活的细节 让他们的事迹 再生动感人一些 第一场报告就在集团组 我让班的成员都来听 别搞砸了 放心吧 有你大领导把关呢 没问题 聊完工事 咱们聊点私事呗 下次是你和孙和平 什么我跟孙和平 你 姐 你跟秦星廷 你们真要离婚啊 冷战了两年了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可人家呢 是越战越勇 上周 给刘洪川省长写信 说我生活作风有问题 这真把我给气死了 我还要是 你跟启晓华 死亏复燃的事 你跟启晓华死亏复燃的事 是啊 说的就是这个 那吕洪川和孙伟臭伙的值 我现在是被他们这两个女人 前后夹击 有苦难言啊 算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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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说了 不说了 天平啊 你和小华也是朋友 你劝劝他 让他别再来找我了 那你也得先跟我说清楚 你真没跟小华死亏复燃的意思 绝对没有 怎么可能啊 我和他要是死亏复燃 那秦晓婷不竟闹翻天了吗 其实我觉得啊 秦老大也挺不容易的 你还是得多理解理解他 问题是他不理解我呀 一壶沉醋吃那么多年 那问题是你跟启晓华 行 我不说了 袁总 我去趟集团 你这边赶紧安排啊 去红星跟老人见面沟通 我稍后也飞过去 孙总 这边出了点问题 这两边又干起来了 现在过去不是时候啊 这回是在咱汉江地板上干的 警察拘了红星三个人 到现在还没放 那你赶紧安排人过去啊 有什么情况 随时沟通 行 我知道了 现在就过去 挂了啊 你别老说 我说说你吧 都说你是孙和平的那当家 你真能当了孙和平的家 你还问我 我们北极的事 谁能比你更清楚呀 说的又不是北极 是你们俩 你想啥呢 考虑我结婚吧 杨柳 你不会是要撮合我 跟孙和平结婚吗 我跟孙和平结婚吗 是 我结婚了 就这个意思 你俩是天生的一对 你先别说这个 你是不是就想让我们结婚以后 就把我调离岗位 夫妻不能在同一个单位 这可是集团的明文规定 硬性的 杨柳你想得够深的呀 前面你都怎么想问题 这谁教你的 孙和平教你的 这还用他吗 那你也太小看我了 老书记 真的你听我几句劝吗 你也不是一般人了 是副省级后备干部 你得宽容一点 大度一点 真的别一天到晚 把孙和平和我们北极 当成对手防着了 行吗 不 前面你这叫什么话呀 我对北极和孙和平 还不够好吗 但是杨书记 你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我跟和平可都清楚了 清楚什么 是不是让我把孙和平供起来 连你也一起供起来 你看你 你看你 行行行行 我不说了 走了 老平 你也在这儿啊 那 刚来完工事 顺便给老学长出出主意 出什么主意啊 你不知道他为两位女特学 围攻的事啊 你说齐心廷跟齐小华 我们大领导能为他们围攻吗 那是在骗群同行呢那是 行了 前面回去吧 我跟和平该谈工作了 那二位领导谈我先走了 行 走了啊 路上小心啊 坐吧 和平 喂 台初总 和平到了 你过来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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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У